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今天要演作的題目是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我要推薦的一本書是《社交民主戰》 我看這本書是因為有一個遊戲 所以我才去看這本書 這本書裡有最強的一本書叫《九龍真經》 也有最強的五個人有《風險西毒難地點》在中間中 有王重陽 重陽真人和中邪桃花島主 黃耀石和蓋邦邦主洪七公 還有《楊帝段志興》和《西毒後陽風》 洪七公他也收了兩個土地 也是《社交英雄傳》故事中的兩個主角 一個是郭靖 一個是黃毛 洪七公把他的小龍師發展 傳給了郭靖 也把他的蓋邦幫主 職位傳給了黃亂 那時候郭靖剛好喜歡黃龍 所以他們去找黃耀師陳青 那時候楊克也剛好說他也要看到陳青 黃耀師就出了三道題目給他們 他們到最後是郭靖贏得日常勝利 他們到最後就去炒蛋江戒 謝謝大家 我的點說到了時間 好 恩